看看新闻网 说了几句好话 我们来看看 我绝对相信亚鹏 因为我跟他共事很多的时候 他是一个绝对是掏心出来 想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慈善家 演艺圈30年 让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刘嘉玲看透 靠民生做慈善本来就难 想要影子不斜 那就得身子正 现在这个社会很透明的 所有的账 所有的布序 你都能够公开 都能查得到的 只是有一些人要夺人眼球 或者是要自己要出名 会会做一些不太不太好的动作吧 这样这样的风气不太好 其实 比起当年的犀利 如今的刘嘉玲很宽容 不仅圈谋取名利的人善良点 也更为谋财的骗子换为思考 娱乐圈大街的一番话 想让最近破财21万的汤尾想开点 要想不被骗还得多长心 我也蛮同情那些骗子 因为其实生活是挺不容易的 也许他们骗了一些钱 回家去救母亲 救家里面的人 然后我们自己也要留意一下 不要太相信一些所谓的一些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奔波了几十年 明和力对刘嘉玲来说不再稀奇 上舞台演话剧 下舞台做慈善 旅途中做艺术 正在追求的是精神体验 我现在去外国 我会静下心来去走走 去看看博物馆 并不是一味的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 刘嘉玲博愧为圈中考解 采访即将结束 还不忘给观众送上马年祝福 马年是很有活力的一年 马上成功 马到功成 马上发财 马上健康 马上谈恋爱 马年希望大家马上都好 新年来再见 上海报道